哈喽,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Dr.Amy,另类中医健康养生频道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为了纪念传统节日 延续我们的文化 中秋节呀 中秋节 还是这个月饼啊 还是要吃的 那么有各种疾病的人如何应对各种月饼呢 听另类中医给您慢慢道来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分享 按动视频下方的那个小铃铛 就不会与重要的健康信息擦肩而过了 有什么健康问题和需求 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或者是加我微信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回复您 使您满意 不是危言耸听 临床每年中秋节呀 过后因为月饼引发的月饼病越来越多 有各种疾病的朋友 如何处理和心爱的月饼品种之间的关系呢 下面分析如下 第一 豆沙莲蓉水果月饼 这个糖尿病和有胃肠道疾病的患者呢 要远离 比起这个蛋黄月饼啊 这个纯馅类的这个豆沙呀 莲蓉啊 和水果月饼啊 这个脂肪含量啊 肯定是要较低 只有这个含糖量呢比较高 临床上有些患者 反映吃月饼吃的那个牙软软的 这就是食物呢太甜了 引起的这个牙敏感所致的 再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人呢 避免吃这些含糖较高的这些月饼 患有肠胃道疾病的人也要少吃 吃了太多了这些甜的食物的话呢 会增加胃酸的分泌 会损伤这个胃的黏膜 造成肠胃道的各种疾病啊 水果月饼啊怎么样 水果月饼啊 大多是把水果做成了这个果谱 或者是蜜饯 这个水果在腌制的过程当中呢 新鲜水果里面 我们最最可贵的维生素C 已经消失殆尽了 所以呢 各种果谱的含盐量还非常高 每100克呢 大概就含7到8克的盐 所以高盐的食物 对我们的健康呢 也是危害非常大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水果的月饼 有朋友自己啊 特别有创意 我在网上看到 自己拿新鲜水果 从树上摘下来的丧肾 放在自己的这个 这个馅里面啊 直接包到这个月饼里面 非常有创意 这个是绝对健康啊 大力支持 很有创意啊 这种新鲜水果月饼 非常提倡啊 第二大类 蛋黄月饼和五日月饼 这个心脑血管啊 还有高血脂的患者 肝胆疾病的患者 一定要远离啊 蛋黄啊 特别特别香 哎 我们吃蛋黄的时候 那个油啊 油油油油啊 这个黄油 特别的味道特别好 它可以降低呢 月饼馅的那种 黏腻的感觉 甜腻的感觉 可以就是这个蛋黄啊 它富含胆固醇 这个胆固醇呢 是心血管病啊 高血压高血脂呀 冠心病啊 胆结石胆囊 一线炎 的患者啊 必须要远离的食物 否则的话呢 它极有可能诱发 疾病的发作 不用多 已经本身有这些疾病的人呢 如果再吃了 或者是吃了过量了 这个疾病 这个疾病就被诱发出来了 所以说这个 再说五人月饼 五人月饼中 有不少坚果呢 它有益健康 但是可别忘了 在一些五人月饼的馅料中呢 会放一些冰肉 什么是冰肉呢 冰肉实际上就是 用酒和糖 腌制过的肥猪肉 这样的话呢 这个脂肪含量就超标了 即使我们是纯坚果 做的这个五人月饼啊 热量它也是比较高的 月亮也是比较高 所以说不能当饭吃 实在想吃怎么办 别吃太多 一次呢 建议吃四分之一啊 也就足够了 一天的话呢 全部加起来 也就一块月饼啊 就已经足足的了 你绝对不能多吃 第三类啊 我们叫冰皮月饼 这类月饼怎么着 糖尿病的患者和 胆囊炎 胆结石患者 肠胃道疾病的患者 要减量 相比较传统的这种月饼啊 这种多油多糖的这个材料 冰皮月饼是由什么做成的 为什么叫冰皮呢 它是用糯米 白砂糖 炼乳各种馅的材质组成的 烹饪方式主要是蒸煮啊 和冷藏 由于需要冰冻口感才好 所以呢 它在这些这种甜点当中呢 属于这种点心当中 属于冷食 这个冷食啊 吃多了会伤脾胃 容易引起一系列的消化不良 胃胀等肠胃道的一些问题 另外呀 冰皮月饼 因为没有经过高温的烤制 所以如果放在常温下 很快就会变质 所以说从冰箱里 如果取出呀 尽量在一个小时之内 用完就好了 第四类呢 是叫做冰激凌月饼 其实完全就是由冰激凌所做的 只不过是用了月饼的模子 所以肠胃不好的人最好不吃 以免刺激肠胃 这么一来呀 这个月饼到底可不可以吃 什么人能吃 什么人不能吃 我会在下一期分享 什么人不可以吃月饼 吃了会产生什么结果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播动旁边的小铃铛 就会知道 你到底可不可以吃月饼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by bwd6